2009年12月8日 人民大会堂西大厅 中国园 十大国际友人颁奖典礼 正在这里举行 这十位国际友人 是五千六百万中国网民 通过网上投票选出的 涵盖了新中国成立前后 一百年间对中国帮助最大 最受中国人民爱戴的 十位国际友人 78岁的菲利帕 两天前专程从新西兰赶来 代表已故的伯父来接受这个荣誉 为他受奖的是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李建平 巧合的是 三十年前 当李建平还被称为小李的时候 正是菲利帕伯父的最后一任秘书 在两个人共同举起的这块翡翠纪念牌上 镇刻着一个伟大的名字 路易爱立 bri 5好好协会了 ship 1897年 是中国的清朝光绪23年 在中国多灾多难的近代史上 这是相对平静的一年 甲午海战的失败已经过去两年 苛刻的马关条约也在同一年签订 这一年 据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还有三年时间 而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 也要等到下一年 1897年 对远在万里之外的南太平洋岛国新西兰来说 也是平常的一年 来自欧洲的白人殖民者 在这个丰饶的岛屿上定居已经超过200年 和土著毛利人签订的被称为建国文件的怀唐一条约 也已经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事 即使和土著毛利人之间的土地战争 也在二十多年前就硝烟散尽 还要再过十年 才正式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 成为英联邦的自治灵 这一年 两个相距遥远的国度相安无事地 在各自的历史轨道上前行 就在这个平常年份的12月2日 在新西兰南岛上 一个意为春天的土地 斯福林菲尔德的小镇上 一个男孩降生在弗雷德里克 爱黎和克拉拉白金汉夫妇家中 他的降生并没有带来什么惊喜 因为他已经是这个家庭的第三个孩子 在他之后 还有四个弟弟妹妹也将陆续降生 唯一不同寻常的是 孩子的姑妈埃米小姐 给这个金发蓝眼的新生儿 起了一个毛利人的名字 瑞威 他来自一位新西兰土著毛利族首领 瑞威 曼尼亚波托 I understand his aunt gave him that name because she admired a Maori leader of the 1860s Rui Maniapoto was a leader of Maori resistance to the British army in 1864 and was made famous when he responded to the leader of the British troops that had surrounded him and were about to defeat him when he said I shall never surrender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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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Rui Maniapoto became a rather admired figure among European settlers in New Zealand as well as among Maori 这个小男孩 选用了这位土著英雄的名字 似乎也继承了他的战斗精神 多年之后 当他以路易爱黎这个名字 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时候 不屈不挠 永不言气的性格 几乎成了他的人格标志 在离斯普林菲尔德火车站不远的地方 有一座路易爱黎纪念公园 纪念这位小镇里走出的伟大人物 113年前 当他在这个小镇出生的时候 没有人能够预见到 这个新生男孩 死后90年漫长的一生 将有60年 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度过 人们称他是 中国的新西兰人 新西兰的中国人 事实上 小路易爱黎 并没有在斯普林菲尔德生活多久 就在他出生刚刚一个月时 全家就搬到了相距不远的 另一个小镇安伯利 安伯利是他真正度过童年的地方 当时的安伯利是一个只有250人的小镇 一条名叫多科的小溪 蜿蜒穿过留下深深车折的马路 穿过学校的操场和牧师的后花园 路易和哥哥姐姐 在这条小溪边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 他在这里生活到九岁 爱黎在他的自传中 这样回忆这一段时光 周末 我们常把家里养的母牛 带到河床上去 有时我把牛留在河床上吃草 自己和村里的男孩子们 徒步走出去好远 我们大胆地坐在铁路墙下 看着火车从头上隆隆开过 机车里冒着火焰 快活极了 2010年2月 当中央电视台路易爱黎设置组 寻访爱黎的足迹 来到这个平静的小镇时 看到小镇揭露的格局 依然保持着一百多年前 爱黎海提时代的模样 虽然时隔一个多世纪 这条小溪仍然在小镇中缓缓流过 这里的孩子依然在铁路桥下 玩着爱黎小时候玩过的游戏 时间在这里似乎减缓了流动的速度 爱黎的家庭是名副其实的教师之家 她曾经幽默地说 我们一家都是在教导别人怎么做 世界似乎就是分为 教导别人的老师 和需要听从他们教导的人 这样两部分 他的父母是一个教导的 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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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wen 她的父母是在教导的工作 Kath是教导的 我父亲在学校的教导 而又有主见的女子 爱里晚年回忆说 每当我陷入困境 便想起母亲的笑容 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有这样一位好母亲 是我很大的幸运 与平和慈祥的母亲 形成对照的 是严肃而严厉的父亲 弗雷德里克·爱里 他在学校和家 在那天 他们在宣传 他们在一段时间都被他学习 他们在学校的状态 他们在学校的状态 然后他们在家的状态 他们在家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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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很棒的教授 他特别在英文文化和文化中心里 弗雷德里克也是一个勤于思考社会问题的人 退休之后 他四处宣传自己建立国营工业化农场 以解决新西兰土地问题的主张 在一生的最后二十年 他一直致力于发展乡村合作社和工厂化农场 就在父亲去世后不久 路易爱黎开始在中国抗日战争中 未被占领的地区推动工业合作社运动 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全世界的同情和支持 基督城是新西兰南岛的最大城市 也是新西兰第二大城市 有人口三十八万 但是在一百多年前 规模只有今天的五分之一 一九零六年 爱里九岁时 父亲被任命为基督城华伦努伊中学的第一任校长 于是举家搬迁到基督城 爱黎也于第二年进入华伦努伊学校 华伦努伊学校 当时是一所只有四名教师 几十名学生的小学校 爱黎曾经上过课的教室 就在这幢房子里 后来改建成路易爱黎纪念礼堂 他在中国的奋斗经历 已经成了新西兰的传奇 每一所他曾经就读过的学校 都以曾经有过这样的学生而自豪 进入华伦努伊学校的路易爱黎已经是一名热衷于各种精险小说和英语文学名著的小读者了 他贪婪地抓到什么就读什么 并终身保持着酷爱读书的习惯 爱黎是六个兄弟姐妹中唯一没有受到过大学教育的 但其成就远在其他兄弟姐妹之上 他一生写了六十多本书 并在晚年获得了维多利亚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基督城男子高中是这座城市最好的高中之一 路易爱黎十五岁时进入这所高中学习 在坎特伯雷博物馆里收藏着爱黎高中时的成绩单 可以看出爱黎在历史地理和文学科目上成绩优秀 但一些理科课程却一般 男子高中里是禁止孩子们抽烟的 这反倒激起了爱黎的好奇心 结果正当他想试试抽烟的味道究竟怎样时 被殉岛主任逮了个正着 并决定罚他挨腾炸 为应付即将到来的惩罚 爱黎自己动手 把一块兔皮缝到短裤上 这样就绝不得抽打之疼了 可即便如此 挨打后好几天 他的屁股上还看得出青一道紫一道的伤痕 也许因为这次成绩 爱黎终生不尽烟酒 高中时的爱黎很爱玩橄榄球 在学校的橄榄球场上度过了大不可遇时光 他的弟弟杰夫 后来曾是新西兰国家橄榄球队全黑队的成员 当爱黎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因为创办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山丹培黎学校 而获得国际声誉的时候 他谦虚地说 我曾经得到过的最大荣誉 就是全黑橄榄球队队员的哥哥 Well his brother Geoff was an All Black which is the national rugby team of New Zealand and rugby is our national sport and as a very small country we're very good at it but I would think that probably Rewi his brother would be more famous because particularly in the Christchurch area the work of Rewi in China is well known and if you mention the names of the two brothers I think Rewi would be the one that people would remember 中学的最后一年 艾黎还成为学校四人滑艇队的队员 在男子高中的纪念墙上 还可以找到当年路易艾黎 作为学校四人滑艇队成员的照片 这一传统至今仍然保留着 在艾黎曾经练习滑艇的艾文和尚 每天早晨 学生们仍然在重复着艾黎当年的训练 这所中学对艾黎的一生都影响深远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艾黎在中国西北地区 创立了著名的裴黎工艺学校 从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所男子高中的影子 裴黎学校最初也是一所男子学校 裴黎学校从最开始就重视体育 孩子们自己动手开辟出一块运动场地 跑步 打球 天气还没有完全转暖的时候 艾黎就把学生们带到天然的河沟里游泳 甚至裴黎学校的短裤校服 都能够看出基督城男子高中学生校服的影子 艾黎对基督城男子高中 倾注了一个少年的全部热情 即使到了晚年 艾黎仍然十分关注男子高中的情况 学校也为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 也因此最优秀的学生 其实是很有的 技术的学生 优优独播剧 他为了很多老子 公司十第一天 埃尼高中生活的最后一年 一个悲惨的消息传来 打破了他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 埃尼的哥哥埃尼克 在欧洲战场上阵亡了 埃尼克比路易年长五岁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欧洲爆发后的第十二天 他就报名参军 还当上了中尉 远赴欧洲战场作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一种当中尉 在英国大战的军事 有很大的魅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数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事 比较多于其他国家 除了美国 在1914年至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当时只有110万人口的新西兰 有11万7千新西兰人在海外服役 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估计 其中一万七千人阵亡 五万八千人受伤 伤亡占到参战总人数的一半还多 至今在新西兰的城市和村镇 仍然随处可见一战阵亡将士纪念碑 万里之外的战事改变了路易艾尼的命名 正当全家人都沉浸在 埃里克阵亡的悲痛中时 年仅18岁的埃里 却正急不可耐地 想步埃里克的后尘 他虚报半岁年龄 暴民参军 结果没能容愿 但这并没能阻止他 终于 1916年年底 19岁的埃里 如愿以偿走进了军营 尽管一般的参军年龄是20岁 路易艾尼被编入新西兰远征军 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 被派往英国 不久又转往法国 此时战事已经进行到 最后阶段 英法俄所在的协约国一方 已经胜券在握 但德奥同盟国的军队 依然在顽强地抵抗 战争的残酷景象 让路易艾尼终生难忘 艾尼晚年回忆说 当地每天都在进行炮战 炮弹轰击着荒无人烟的地面 许多与我同船来的人战死了 我们经过一些冻僵的尸体 躺在离大陆不远的地方 我是一名通讯员 半夜里通过一块 名叫死罗谷的荒野石 必须越过一个个炮弹坑 连个人影也见不到 唯有双方正耳欲龙的炸弹 炮弹和机枪子弹 在空中呼啸而过 Rui was going along the duckboards with a mate and the shells were whistling overhead and he came across a wounded soldier who looked pretty dead according to Rui and Rui was hurrying on past not least because they were in an exposed position and could themselves be killed at any moment and his friend pulled him back and said here I think this man is still alive let's take him to the first aid station and Rui having gone past this fellow soldier in trouble turned back and with his friend carried him to a first aid post and that was a very significant lesson for him because amidst all the horror of war and amidst all the death still you could save a human life and I think that lesson went home very deeply at that time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是艾尼的挚友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 两个人曾共同策划 发起了工业合作社运动 当他了解到艾尼 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后 评价说 一个人也许只有在获得了 这样的经历之后 才能开始把他人极其极苦 当作自己每天生活的 一个有机部分 你同他长期相处以后 就会从他身上 汲取那股出于热爱生命的 巨大力量 1918年8月 路易艾尼 由于在战斗中表现出色 荣获了军功章 在战场上 路易艾尼还第一次 和中国人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当时 主要由山东农民组成的 中国劳工军团 和新西兰来的部队一起 参加了在比利时 伊普尔阻击德军的战役 这些身材高大的 劳工军团士兵 改变了他认为中国人 都是瘦弱矮小的印象 在一次换防 轮休期间 他甚至和两个中国军人一起 走进酒吧 喝了一杯 然而 参战15个月后 在比利时 参加一次攻坚战时 艾尼受了重伤 从坦克射出的子弹 击中了他的大腿 穿过臀部 从脊椎旁出来 他像死人一样 在马分坑里躺了一夜 直到第二天早上 重新占领阵地的战友们 把他挖出来 送回后方进行救治 直到战争结束 艾尼仍然没有完全康复 但他还是带伤 参加了伦敦庆祝胜利的游行 《战争的战争》 它是说的 因为因为军人的军人 因为军人不知 我不知道 我听不过他说 但别人说 可能是 但我必须说 我说 战争的战争 在它的回合 是很可恋的 他说 在他的文章里 在他的兴奏 所有的记者 都很匆匆 但在全程中 我经历过战争 他不想说 战争 我认为战争 我认为战争 这些记忆并不愿意回到这些记忆 就像是想要忘记 我认为是一位那些人 不愿意回到这些记忆 他曾经把这一场战争 看作是一场伟大的事业 但是战争之后不久 他就醒悟了 真正的事业不应该是破坏 而是建设 我认为这场战争的战争 战争的战争 其实被困难 这种状态的状态 他恨战争战争 他恨战争战争 这意味着 当时有状态的状态 他变成了一场战争战争 他永远想要改变 他们有了 准备 answers 而帮他们之后 是 可爱 может到 新西兰北岛西部 莫瓦地亚河谷地区 上个世纪初 一半以上的地方 仍被森林覆盖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为了安置 从战场归来的年轻士兵 新西兰政府鼓励他们 到这一片尚未开发的 山林地区开垦牧场 提供给他们的土地价格 很便宜 路易爱黎 从战场归来后 与一位一同参战的老同学 捷克史蒂文斯合伙 在这一河谷地区的塔拉纳基 买了一块八百公项的牧场 为此 艾黎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加上哥哥的抚恤金 和父亲给他的一些钱 这一年 艾黎二十三岁 带我们前往牧场的是 路易爱黎的侄子 莫瑞斯爱黎 他至今仍是爱黎 在塔拉纳基旧居的托管人 牧场位于孤立的 莫瓦地亚山谷中 交通闭塞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即使骑马到最近的维福利去 也要走上一整天 艾黎在自传中称 这里是真正肥沃富饶的土地 土地是蓝灰色的黏土 非常适合种蔬菜水果 我种的柠檬树 魔术般地生长起来 树上硕果累累 在其他地方还从未见过 肥沃的土地更需要艰辛的拓荒 莫瓦地亚在毛利语中的意思是 白天睡觉 但艾黎和史蒂文斯两个人 在白天却很少有机会睡觉 被一个水平的工作 这一刻的工夫 在年度会会有些人 到处备 在晨重复让他们会有些人 从来的山寸 他们会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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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些山寨 这个山寨 那会有些人 他们通常干活时赤身裸体 只穿一双靴子 因为这里太荒凉了 你可以竭力喊叫 绝不会有人听到 身上一丝不挂 也不会有人看到 有时两个人中的一个外出 另一个常常几个星期 也没有人可以说话 陪伴他的只有几只牧羊犬 这是他们当时曾经居住过的小屋 几年前 一批热心的志愿者帮助 把破败不堪的小屋修弃一新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变迁 当时艾力用过的东西 几乎荡然无存 只有这块马凳铁留了下来 这块马凳铁见证了艾力在这期间最严重的一次事故 是鸡肉址 对它们应该与线一路 这iin该马减了 他上了一个路上 他转了 或是一种猪犬 或是刀铁 或是一样的 鳍铁 之中 他转过不上山下 他转到徒 不是过道路上 他还没记住 底下 他转到的腿 是涵在一盏抹的腿 后来路易艾黎回忆这段生活时写道 这作为一种经历确实很有意思 但年复一年干下去 便使人希望渺昂了 我爱看树林和风景 日出和日落 但人不能光靠欣赏风景过活 像我这样的人也需要同伴的友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新西兰出现了多年未有的严重失业 和二十年代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 艾黎和史蒂文斯亲眼看到自己生产的羊毛价格 由每磅二十九便室下降到两便室 以至于不够用来缴付运费 六年之后 当史蒂文斯准备结婚时 艾黎把牧场交给史蒂文斯 离开了莫瓦地亚 走时 他几乎身无分门 然而六年的孤寂生活与艰苦奋斗 并非一无所获 他后来在自传里写道 莫瓦地亚的生活给了我 校对一切艰难险阻的能力 他驱散了许多战争中的梦想 使我脚踏实地 并重新使我懂得艰苦朴素的价值 我开始学到许多斗争的本领 和其他基本的东西 这对我后来大有好处 回到基督城的家后 艾黎向家人宣布了一个 出人意料的决定 到中国去 到一个遥远 陌生 正在被革命震撼的国家去 在这个非常障碍的牧场 他们经常会得到 《星期报》 《星期报》 中文字幕并已经有一种 1927,1927 因为有很多れた努力 共产人和共产人 这一年来的面对 有很多 Action 他的计划得到了母亲一如既往的支持 1926年的圣诞节要到了 但艾黎觉得其他的兄弟姐妹都在建功立业 自己却是家里最无成就的一个 所以没心思在家过节 他在圣诞节前乘船先到了澳大利亚 在一艘船上工作了两个月以积攒船费 当船费攒够了 他便前往香港迈出了中国之行的第一步 这一年他三十岁 他办了为期六个月的签证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一去却在那个遥远的国度生活了六十年